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发现 一定要为 所有的众生 不要讲为自己 这个非常重要 但是有些人觉得 我怎么样为众生呢 因为我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到 怎么样还要讲路路众生呢 好像就有点 这个是做不到的 但是不是这样 你有一个动机性 有这种的一个发现 这个一步慢慢慢慢来 可以增加 或者你刚开始生出来的时候 不是现在这么大的 慢慢长大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这个动机性 一定要你今天一年可能是一些 先照一百零八年 欧玛丽八明王等等 你一开始的时候求观神明菩萨 归一三宝 然后就发菩提心为众生 真正的菩提心呢 十地菩萨才有这个菩提心 但是我们 不是一地菩萨都还没有到吗 所以真正的菩提心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用慈悲心 这个有份的 慈悲心呢 你为自己的孩子 或者有自己的一些亲人 一定会有的爱心 疼他 就是一个慈悲他 这个就是慢慢可以光大 所有的众生 通一样的这样的你可以的心 可以放得下来 才是可能是菩提心 所以这样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动机性 非常重要 因为你修什么 大圆满呢 大圆满是 这就是我们秘宗里面最高的 是吧 但是呢你的动机性不好啊 修的是大圆满 但是你不是大圆满 你成修又不是大圆满 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圆满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很多人就是讲 大圆满是很特别的一个修行的一些方法 可能是一些特别的一些加持 很快的 一个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 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你的动机性错了 那就是变成阿罗汉 因为阿罗汉也是修行 比如说阿罗汉的修行当中 它有那个菩提心 像菩萨的那种动机性用的话呢 这个阿罗汉也可以成佛 它也可以得到大圆满的精切 但是它没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它没有为众生的这种的菩提心 慈悲心没有为自己 明白吗 但是修行的方法是差不多一样的 阿罗汉也是称修 就是一切的这种 外面内在的这种 烦恼啊 或者那些 可以讲修的时候 他们有各种烦恼啊 他不执着这些烦恼 他一切这个烦恼的时候 他就不执着 他可以有这种的入点 那可能是修这个大圆满的境界当中 也是有一定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 最重要的是嘛 我们现在刚开始讲的是 这个冬季 冬季性是非常重要 冬季性是什么 所以很重要的 因为没有这个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样子说我们是佛教佛教佛教 大臣大臣啊 其实我们讲的是大臣 但是你这个心里不是大臣 真正是这样子 我们什么是大臣 佛教大臣 我就是为众生 为其他众生 为他们 因为这个佛教里面 这个我们 释迦牟教的这个 这个讲的八万四千个法里面 讲的就是大臣里面的最内容是这样的 他就讲 我只没有成佛的佛 佛陀他自己讲的 亲世讲 我是为众生 一直在为众生 我已经就变成是佛 那我们众生呢 为自己 还在轮回 所以问题在这里嘛 所以呢我们可能在今天哪关点也可以 或者在会去加力修也可以 或者参加任何 一些佛法的一些 可能这种 发挥啊等等 所以一定有你开始的时候 冬季性非常重要 也不是看一下这个仁波西从哪里来的 他讲什么 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不重要 这个没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我们看一个戏一样嘛 很多人亲那边 我也有亲那边 也没有意思 那今天拿到这个观点过后呢 会计的时候也就有像 我今天拿到什么 我听到什么 有什么重要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 怎么样修行啊 怎么样消除我们的烦恼啊 这个非常重要 冬季性 我们开始讲的是冬季性 我现在看到了